答案,我一定要把它放在問題1裡面的程式碼裡面 打開來的話,當然就是我們後面要做的相關的參考答案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來的結果類似長相 當然這次我已經完成了 首先的話,不要人體重,我們當然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先把第一階段先做出來,先不區分男女 所以不區分男女的話,我們可以先怎麼樣 先直接用公式好了,直接等於等於他的身高,身高的平方 所以shift6,平方,然後乘上22除以1萬 OK,那打勾之後的話,就會是他的標準 不過這個還沒有區分性別 所以如果要區分性別的話,可以第一階段做完之後,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判斷,if 如果呢,性別,假如等於是男生或女生,反正我就用一個性別 這個性別的話是男生 OK 然後 那就怎麼樣呢?把剛剛的東西 乘上1.1 反之的話呢,就是 乘上1.05 OK 這樣的話呢,就性別,不過最近好像吵得很兇啊 跟這也不知道有沒有關係啊,是不是 是多元成家的 那個 是不是還有個 將來 還有別的性別有沒有吧,就男的女生嘛 因為 這不是重點啦,反正就是 我們 基本上還是傳統的 男跟女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乘以1.1是男生 女生的話1.05,按確定 那如果,因為現在結果是 69.938 那如果說,我最後希望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的話 OK,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把它填滿了 那這時候沒有取到小數點第1位 那如果我要取到小數點第1位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這個減少小數點,它雖然會幫你減少啦 可是實際上,它存在eSale裡面的 的 資料 還是沒有四捨無路啦 OK,只有表面上看到的是 四捨無路的結果 所以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你再把這個公式減下 再利用那個數學的函數裡面的那個run的函數 去把它四捨無路 所以 RUND這個run的函數 那取到小數點第1位的話呢 就是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那小數點第1位就是輸入1就可以了 OK 69.9 OK,按確 那這個格式的話,再把它改到 這個時候呢 它裡面的資料存下來 才會是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OK,那這個第1階段我們是用那個 函數來做 那VBA的部分呢 我想比較重要 我想函數應該 待會同學這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 VBA的話呢 其實如果你學完第1階段 應該也沒問題 對不對,因為基本上呢 我們只是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有沒有 這一些東西 轉換成VBA 不過呢 轉換成VBA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不需要寫一行 你會發現它全部寫在一行 寫在一行的話呢 其實將來呢 出錯 你可能要找錯誤呢 還 比較不容易 那VBA的話 你可以把它拆成好幾行來敘述 所以基本上 我們假設 我希望把這個範圍 做個 這個按鈕輸出的話 類似這樣 一個清楚 那當然前面講過了 第一個 For I 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呢 也許三到六列 或者三到最下面一列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呢 如果 但有個 如果你可以先不要做 邏輯 判斷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把身高 身高的話是Sales I 的 C 欄 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幾次方一樣 其實就剛剛的公式 平方 Ship 加上六 兩個次方 然後乘上二色 除以一萬 那Return 給誰呢 Return 到居欄 Return 就返還的 要寫在前面 這個應該有概念 外面再來包一個衣服 所以 如果講 講完之後 你也可以寫得出來 恭喜你 前一個階段 應該 學的基 基礎有打穩了 但是如果講了 你還寫不出來的話 那恐怕 這回去要再多練了 這要練功的 這東西真的需要一點時間練習 那其實不難 程式真的沒有幾行 而且我們寫來寫去都差不多 所以你會發現寫完之後 大家來看一下 結果一下 我把這個稍微說說一下 那我 字太小了 我建議是把那個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改成12好了 大概這麼大字 基本上 當然第一個 如果我不區分 性別的話 當然你這個邏輯 可以不先寫 也許你可以這個 假設第一階段的話 只是 只是剛剛講的 這個邏輯可以先不要 然後這個 把它back 就是輸出到居欄 那我是從那個Sales裡面 一樣 後面乘以01 這個乘這個不用 那只是外面也許還是包run的 那你會發現run的函數 VBA裡面run的跟Excel裡面run的用法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這個部分跟剛剛撰寫的VBA最大的差別 其實主要什麼 我們只是在 在這裡面的把 原來儲存格的那個方式改成Sales的儲存格 其他 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OK好 那就輸出了 所以第一階段也許是輸出的話 是沒有區分那個 就是男女的 那第二階段你再把外面包衣服的邏輯判斷 所以衣服的邏輯判斷呢 前面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你 基本上最好是可以先把那個結構先打出來 如果什麼呢 如果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儲存格 性別 所以一樣 Sales ID的依然 我前面講過了 其實 城市都是 看著上面的敘述 需求去打出來的 你不是憑空想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 反正你只要你 邏輯清楚 你自然VBA就寫得出來 但是如果你自己當然 不能了解你到底在做什麼 基本上你 自然而然你城市 一定會寫有問題 所以L 先可以把結構先打出來 打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做什麼 做這個 輸出的修改 那習慣是可以把它移到裡面按個TAB鍵 然後 在這邊 如果女生的話是乘上1.05 如果是男生的話 那就是 我的習慣是這邊 複製 那Ctrl C Ctrl V 不過我習慣是拖拉 多按一個什麼 Ctrl鍵 Ctrl鍵是複製 這樣應該比較快 OK 其實都是小訣竅 寫城市反正越寫越快 這樣子 就 除了 本質效率又提高之外 其實 寫起來 感覺 你會發現 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 而且你看 我一隻手在寫城市 其實我另外一隻手在 拿麥克風 其實我都一隻手在打城市 OK 你們兩隻手應該會打得比我更快才對 OK 沒有辦法 因為 習慣就拿著麥克風 其實單手打城市也很厲害 這些全部都我打的 只是 就打仇了 慢慢 慢慢想 反正你將來要練到 你想到 想得到了 你就可以寫得出來 那以後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自動化了 對 你做完之後再加個按鈕 那不就按下 清楚 輸出不就好了 OK 那這個其實算 一般簡單的應用 不過一般 再複雜的應用 其實都是在簡單的基礎之上 慢慢在 往上跌上去的 OK 所以 第一階段 我們就完成了 就是 加兩個按鈕 所以 先把這個邏輯 有了 二 再把它變成 VBA OK 所以以後 反正無論 你工作裡面 遇到什麼 反正上班時間 遇到 Excel的機率太高了 那反正上班的時候也可以練習啊 對老闆會反對嗎 應該不會吧 而且老闆也不會 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吧 OK 所以反正你就是利用 上班時間來練Excel嘛 對不對 因為我遇到太多的同學 就是上班一直練 練到已經很厲害了 他就考慮要跳 就是老闆 他不知道 沒有把你留下來 那自然你就可以 很好的發展 那當VBA 你可以把它變一個專長 OK 因為現在需要VBA 或者需要自動化能力的 那種公司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部分 也許多累積一些作品啊 或者是說你可以讓人家看得到的 你秀給他看一下 他就覺得 OK 那自然而然就有一種證明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結業證書 如果結業證書也可以算是 一個證明文件 或者 常有同學問到說有沒有 考VBA的證照 對不對 其實如果有的話 目前 微軟是有類似 但是它不是 專門for VBA的 所以也許如果有 也許你去把它考一張吧 反正這個項 都可以讓你 提升你的價值 那相對的 你的薪資 我想 你的薪資結構 其實都是來自你的專業能力 你有多少實力 說真的 老闆眼睛是雪亮的 OK 所以 但 如果你拿的薪水不高 其實當然相對的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的那個 專業有沒有到那裡 OK 或者 相關的東西 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做完這一個 再做VBA之後 那再來就是 第三個 就是 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裡面 我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沒有 性別的 就只有身高 OK 點兩下 不過這邊好像沒有做那個 45度 其實可以改一下 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有性別的 就是標準體重函數2 身高 性別 OK 最後結果 沒有問題 那做法上面的話 應該還有概念吧 這當然我們只是一個簡單的複習 讓各位比較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 一個重點的回顧 那接下來的話 再丟回去給標準體重函數本身 他就收到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公式應該也不難理解啦 那再來我是把上面這個複字貼下來 改成標準體重2 多一個性別 跟使用者都要一個性別 然後呢 頂多是因為他給我的性別 所以呢 我剛剛是直接從什麼 從那個 Sales1裡面去抓性別 現在呢 是直接從這個 性別的 引述裡面 丟過來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那就乘以1.05 反思就是1.1 最後記得 返還給 什麼 標準體重2 如果你複字記得貼上2 這邊2不要忘記了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 那個最後的結果給秀出來 當然剛剛那個好像第一階段 這邊忘了加那個Round 其實Round很簡單嘛 你就是再補上去 Round 豆點 1 這樣就好了 OK 他就有Round 所以剛剛第一階段 也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標準體重 剛剛沒有加上去的話 這邊這個就有了 所以基本上呢 這些都是 我們前一個階段的一個重點回顧啦 快速的回顧一下 這些我想 從好像第一堂課到最後一堂課 幾乎都在做這些 只是說用的函數 不同 所以 好 再來的話呢 也許後面 牽涉到第2階段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能夠產生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呢 就是輸入某個人的名字 然後呢 輸入某個人的身高 輸入他的體重 輸入他的性別之後 好 那你按下確定 他會 自動怎麼樣呢 幫你做兩件事 按確定的時候呢 一 幫你產生標準體重 因為標準體重 剛剛已經算完了 所以不要重算了 那你想說算 那用什麼算呢 我們剛剛有制定一個函數 所以在表單裡面 其實也可以引用剛剛那個字例函數 你也可以引用它 引用它 幫你計算完 這是第1件事 第2件事的話呢 就是這邊 總共有5個資料 5個欄位的資料 如果我今天希望 按個確定 他自動也幫我在這邊 輸入 到這邊來的話 輸入過來一筆 那怎麼做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個人的資料 過來了 當然 1 2 這邊有個清除 按下它 現在沒有work 清除的話呢 當然就再寫一下 可能功能還沒寫進去 再把這些資料給清掉 其實或者乾脆的 按個確定這些 就下一個資料 再把它清掉 這樣可能更好 那這個表單該怎麼做 然後其他的部分 我想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講的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從那個 函數 到 VBA 那待會的話呢 下一個階段 我們就來看那個 表單部分